現在我們要進入直線運動的第一個重點 就是跟各位談速率跟速度 我們先來看一些事情 這裡有兩台車 假車跟乙車 請你去看哪一個車子跑得比較快 然後同時問你自己 你是根據什麼說這個車子比較快 那個車子比較慢 這裡有兩台車 假車跟乙車 請問你誰跑得快 你根據什麼知道的 下一個叫做A車跟B車也一樣 請你看哪一個車子比較快 然後問你自己你是用什麼來判斷哪個車子比較快 有A車跟B車 請問你哪一台車子比較快 你用什麼來判斷 我們會說我們的乙車比較快 假車比較慢 你用什麼說的 我們發現假車跟乙車走的距離怎麼樣 一樣 但時間不一樣 一個比較短 一個比較長 花時間少的比較快 花時間多的比較慢 A車跟B車我是怎麼判斷的呢 我們發現A車跟B車是花一樣的時間 但是一個走的比較長 一個走的比較短 走的比較遠的比較快 走的比較近的比較慢 所以呢 你就曉得 在我們判斷這個跑得快跟慢的時候 有相同的時間 不同的距離 有相同的距離 不同的時間 所以就表示我們的快慢是跟什麼因素有關 跟兩個因素有關 一個是跟距離有關 一個跟時間有關 所以就是距離處理時間 這件事情你小學就會 嘗試就知道了 有一個人一百公尺跑十秒鐘跑多快 一百除以十嘛 每秒十公尺 每個人都會算 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說 我現在要教你的東西 有沒有很聲浪啊 沒有嘛 就是很平常的道理嘛 你小學就知道的事情啊 距離去處理時間 叫做快慢 對不對 所以我要教你的事情 其實沒有新內容 是你小學就已經學會了 就已經知道了 嘗試上就知道的事情 距離處理時間 就表示它的快慢 那麼 我們在第一個例子裡面 賈車跟乙車 他們花走了相同的距離 但是呢 乙車花的時間少 所以我們就說乙車快 距離處理時間嘛 上面一樣分母越小 就表示數字就越大 所以就表示乙車快 那麼第二個 A車跟 B車裡面是花一樣的時間 也就是分母一樣 時間一樣 那距離不一樣 分子越大 那麼就會越大 所以我們就說 B車比較快 就是我們用來判斷的方式 所以我說 我現在要教你的東西 是你小學就會了 你嘗試就知道了 快慢如何表示 距離去處理時間 就是我們的運動的快慢 謝謝 謝謝 謝謝